8月17日中央党校宣布开除退休教授蔡霞的党籍和取消他退休待遇 当天蔡霞接受了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专访 在采访中蔡霞教授认为现在耽误自己要做两件事 一是习必须下台 只有换掉习近平才能缓解党内目前恐怖高压状态 二是共产党这个外壳必须抛弃 蔡霞说中共是一个政治僵尸 从这个党本身来讲 他是不可能完成中国转型这个历史任务的 所以他必须要下去 不是我们让他下去 而是整个历史会把他抛掉 我觉得大家嘴里不说 心里是有想法的 他自己做了一个估算 60%到70%的中共党员 与他的想法一样 他认为恢复高考的七七七八级 这批人受了高等教育 很多有出国考察留学 领导改革开放的实际工作 他们的思想观念是在邓小平时代形成的 价值取舍和对世界大事的认识和习近平截然不同 习整个人就像与这个时代隔绝了一样 他指出并不是说党内这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都希望共产党马上下台 毕竟这几十年统治中 这个党对人民欠了很多赞 积了很多敏悦 这种历史账没有画上句号 没有清算过 有些官员也被卷入各种矛盾和纷争之中 因此一旦中国发生政治转型的时候 他们会担心自己的安危 百分之六七十是指价值观念 价值取向和基本的思想认识 蔡霞说他们是知道历史在往哪里走的 这是大家的普遍想法 而这个想法并不是今天才开始 从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后半段时 大家就已经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2018年的修宪决定不仅是错误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犯罪 习这样的一个做法 把整个国家倒退了一百年 总结蔡霞的讲话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中共党内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 希望中共改变 未来中国应该是一个自由民主 法治人权的宪政国家 不满意习近平的政治倒退 希望换掉它 对于蔡教授的看法 我是赞成的 我曾多次说过 中国人与北朝鲜人不一样 他们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 是见过世面的 他们自私恐惧 但并不愚蠢 所以习近平的极权主义 是不得人心的 当今中国就像一辆 关闭了动力系统的火车 但能行驶在邓小平的轨道上 中国人讨厌政治运动 痛恨计划经济 早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是赞成普世价值 和宪政制度的 只是希望慢慢来 释放多元 他们容忍腐败 也乐于分享腐败的红利 这既决定了习近平的红色帝国之路走不通 也决定了中国政治转型的艰难和漫长 温家宝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说 在这里我想讲一段话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 有过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特别是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落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 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质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 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历史告诉我们 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现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并且经受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 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今天我们再回味这一段话 可谓五味杂成 或许这是温家宝对习近平的最后忠告 对于习近平极权主义路线的不满 并非支持蔡霞这样的红二代和普通的党员 就是中共上层的元老也是不满意的 驻博讯新闻网报道 103岁的中共元老宋平两年前就在家中骂自己瞎了眼 看错了习近平 气得住了医院 此话真讲 各位且听我道来 宋平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坚定支持者 和中共十八大之后推进反腐运动的站牌者 他是从甘肃走出的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曾是周恩来的秘书 也深得邓小平和陈云的信任 他也曾辅佐过江泽民和朱隆基 还挖掘了中共后来的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 但外界大都不知 宋平还是习近平的赵王者和恩师 宋平和习家呀渊源很深 他与习近平的父亲习总勋曾经共事过 在习总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 宋平是中国国家纪委副主任工作上联系密切 宋平不仅帮中共高层选中了习近平 还在关键的问题上关键时候帮助习近平站稳了脚跟 习近平在登基前和执政后的前五年 曾平凡求教于宋平让其指点离京 所以宋平是习近平的恩师这一书并不为过 2016年12月已近百岁高龄的宋平 在中南海接近了山西林乙 九尖彭称书记刘家坤 祖父刘要按照习的要求做好扶贫工作 2018年2月宋平又在海南 接近了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 发起人徐中远等人 宋平说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 这是他们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 也是农村脱贫自负的长久之计 因为这两次接见都涉及扶贫 宋平被外界认为 紧扣习近平扶贫执政要点 为习近平治国政策站台 2017年8月6日 在江苏省委原书记沈达仁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宋平和中共三任总书记四任总理 以及李瑞环 李南青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杠 贺国强等 中共元老一起出面送别 更被认为是携中共元老集体亮相 驻危十九道 外界的这种看法并非无单的猜测 在2015年8月前后 就有传言称 宋平曾给中共离休高层写信 提出包括不干涉中共十九大筹备工作等三项原则 帮助习近平摆脱了老人干政 有港媒报道称 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后 中共红二代红三代曾联署自信政治局和习近平就各项国策提意见 作为中共目前最年长的退休常委和元老宋平 2016年秋曾在香山与承认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退休红二代谈话 要求他们摆正自己的位置 约束子女及其亲属在经济金融领域的牟利活动 从而带习近平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早在2014年7月29日 由政法王之称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诺 一时间政叹波掘云归 并流出习近平生死无惧的内部讲话 在那个困难时期 宋平现身官方举办的国庆65周年招待会 并于中共中央七常委坐在一个桌上 2015年9月3日 经过三年的准备 习近平在正式宣布军改方案前 在天安门举行了其上任后的第一次大阅兵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 年近百岁的宋平戴着墨镜 胸前戴着勋章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据媒体报道 当天出现在城楼上的谢论和谢论中国国家领导人中 只有习近平和宋平两人同时穿了中山装 十九大后习近平频繁出手 中国政治经济严重倒退 向文革时代转向 令党内外惊诧莫名 虽然绝大多数党媒官员附和 但无法掩盖党内外的普遍布满 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千年未遇的大劫难 大毁灭 而中国北边的邻居北韩 号称社会主义却演变为腐朽的金家王朝 民不聊生恶飘便宇 但习近平却吊喘邓小平改革开放了车头 大不向文革和北韩回归 中共元老高层 太子岛群体惊讶不满 但在习近平和王岐山防腐打火运动中 人能自危 无人敢说话 恩师宋平2018年上半年 称苦口婆心 规劝习近平不要阻亲 要继续改革开放 他希望习能悬崖勒马 不要把中国带入到文革的深渊 但谈话很不愉快 因为握有绝对权力的习近平 翻脸如同翻书 并不练宋平辅佐之恩 以至于当时101岁的宋平 追悔莫及 痛骂自己瞎了眼 看错了人 我们说完中共元老宋平骂习的故事 下面我们一起来思考 蔡霞教授提出的问题 怎样才能换掉习近平和抛弃共产党的外壳 目前这两个问题可以先考虑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换掉习近平 因为习不换掉 谈抛弃共产党外壳 有点空中楼阁 蔡霞认为 现在换掉习很难说 靠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力量 因为习把整个党打散了 人和人之间没有正常的交换意见的空间和氛围 所以没有可能 习把每个人看的都很死 用那种严厉的监控高科技 不光监控新疆西藏 内地的党员中高层干部都会被监控 习还在2013年左右搞了一个规定 不允许搞同学会同乡会 不允许下了班以后 大家聚会 担心会造成党内拉帮解派 我认为目前中共几乎不可能换掉习 原因如下 一是习掌握了军权 他上台后所进行的军队整编 其目的并非要是军队现代化 而是要掌控军权 应该说习军改是在上台前 就定好的夺权计谋 而是中共老人已经垂垂 老矣 宋平都103岁了 江泽民 朱镕基也都90多了 没有能力再控制习了 李克强虽然赢人 但毕竟大权跑路 况且习家军已经充斥到中共党内各阶层 应该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无方 弄权有数 任志强希望中共高层再来一次抓捕四人帮 搏乱反正 但机会很渺茫 有朋友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是独裁者 但在民众示威中也开始服软 表示同意重新投票 但中国不同于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是威权政府 还存在全民普选 中共是个极权政权 人民根本没有选举权 既然中共是具政治相思 你又如何寄希望于僵尸复活呢 如何能让习近平放弃权力 我觉得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是非常规的方式 具体我就不说了 二是军队高层反叛 三是西方国家新人战强力施压 党内纷争 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兴起 第一种方法习最害怕 他之所以不敢去灾区问问 就是害怕被冷暗算 丢了小命 第三种方法可能性最高 新可先生指出 历史的经验是 如果一大部分人对一个王朝表示不满 甚至绝望 其中一部分人有改变现状的愿望 只要很少一部分人采取行动 任何一个王朝必将再接难逃 我认为当今中国换掉习 以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 习和中共应该一起抛弃掉 中共之所以难以换习 主要原因是极权主义制度 没有正常权力更替的机制 极权制度是两面任 他既给民族国家造成灾难 也使自己陌路狂奔 疯狂致死 中国出现一个覆灭 中共政权的习近平 或许是历史的避难 因为中共政权70年 已经给中华民族 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够了 该结束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